我相信在中国现在还有很多很多像我母亲一样的母亲父亲 他们的孩子不能去哀悼他们的母亲在他们的季日不能去哀悼他们的母亲 还有很多很多的学生他们的家长在他们的季日不能去哀悼他们的子女 政治权利如果集中在少数有资历的统治集团手中 我们去中国城Harrison Avenue被六四死难者献花 我抱歉我们没有设置特别的转租租租租租的学生领袖之一 曾被逮捕已监禁了六年 一方面我觉得能以自由之身来这里表示我的悼念那当然是比较欣慰的一件事情 但另一方面九年过去了还只能在国外来悼念六四 我觉得这是一种沉重 我觉得心情很沉重 然后也九年了这个事情还没有翻过来 当然就是说只要六四一天不平反 我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觉得很沉痛 尤其是我们看到八九年之后苏联东欧的变化 看到尤其是最近的印度尼西亚的变化 那我们常常就会禁不住都要想 这个如果八九年中国政府采取比较理性的态度的话 中国今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那这个问题大家就一定会想的 现在看见这样多的青年才俊 这个我把他们都请来了 我感觉到这个非常 Anyways we just raise our candle then Cheers Cheers the democracy of China Posefer Po say he has only one word he firmly believed that温洁还没有用完的药 要托我父母送成天门广场上 那一代又一代的人从古斯运动 一鞠躬 二鞠躬 三鞠躬 这里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